大家好,我是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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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我直播的时候也给大家分析了 这个动作其实不是偏向于蜀国的哈 如果它是偏向于蜀国的那么样的一个动作哈 它拆的一定是加一马或者是人王盾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它如果拆加一马或者人王盾了以后呢 我和我和马超是能输出到他的 我和马超是能输出到他的 加一马卡我 然后人王都卡马超嘛 如果他是蜀国的话呢 一定是想让华佗先死 想让华佗先死的话 必然拆这两个东西 而他拆了华佗的距离 说明什么 他不是群雄 他绝对不是蜀国 因为拆距离 保谁 保他自己 对吧 三千刀嘛 他胖嘛 因为蜀国的核心永远是黄月英 这个希望大家能明白 虽然说现在马超改了 但他仍旧是个摸牌版 蜀国的黄月英 蜀国仍旧是围绕着黄月英去 打那么样的一个配合的 所以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他是蜀国 那么他保黄月英的情况 黄月英的情况下 就一定不会去拆那个距离 所以说这边一定不是蜀国 刚刚掉血了没卖 这个也不是魏国 那这个大概率是个五国了 这个直播也给大家分析了 约静出了一个 麒麟弓直接射了马 那这波旅布死了以后 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靶子了 看这波如果动的话 是需要做一个动作的 唐德这波杀是纯属相的暴夫 他城上的那个就基本上明了了 然后这张知己知彼 好给你们讲好 因为我告诉大家是吴国 我为了验证他是吴国 我很牛批的那么样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知己知彼去看了五号 我也告诉你们他是一个吴国 是的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人 我只是希望你们夸我而已 顺手说到了陆逊了哈 这个四血虽然说那个哈 我给大家还讲一下哈 这个四血虽然说重铸 知己知彼 我们把它标成了一个卫国 但这个时候呢 也可能是他手快对吧 他没有把那个知己知彼 用出来 这是有很大可能的 所以说如果哈 你属国想要打击杀对象的话呢 一定是从吴国最先爆破 而不是说要就是打这个193 然后保险再看一遍吧 看一遍果然是个魏国哈 觉得这边拿了一张明的闪的哈 给大家讲 然后先去拆这张闪 没有拆中 没有拆中的话呢 就直接九杀 打193 看能不能直接打击杀 我给大家讲哈 就是193死了以后 暗将死了以后 魏国群雄是不会救的 这个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 那个倾向性 他是一直没有动的 所以说就这一步 虽然能确定不是数国 但是任何国家都不确定 是不是自己的国家 所以说这个武将 暗将是不会救的 这个希望大家能明白哈 陆迅这边是一张明的闪 就交给了马超嘛 所以说这边本来想收了193呢 但是没有收到 没有收到的话就直接 就算是越境有顺 他也会优先顺马超 而不是去顺这张兵 因为这张兵对于他来讲的话 他不能确定193 到底是不是他的国家 好了 这个就给大家 就是把这个东西讲得很好 因为直播的时候 我也讲了两分钟 这个时候可能讲的稍微细一点 别弄刷出来了 但是这个八卦中 后面基本上没什么 没什么看到了 好但就就展快一点 这个反正也打不了 偶战嘛 常常没有借刀 那就直接吐 然后丢了连弩 防止那个庞桶 庞德直接剑出我 完了以后留一张闪 还说 留闪保狗命嘛 对吧 月镜也是能杀到我的 又不是杀不到我 没看 无骨风灯 不得卫是无妖了 但是呢 我的队友是一个 马超未言哈 所以说呢 一个问题 就算是我量了 完了以后 我数过也是能大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大家就是之前直播的时候 也有人问说 月镜和灯爱 灯爱放主将是不是好一点 这个和我的想法当倍哈 我觉得大家就是 把灯爱放副将会好一点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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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出来一会我就直接说吧 第一点哈 就是月镜吃手牌 这个希望大家能明白 月镜是吃手牌的 而灯爱留的手牌 其实它是挺少的 如果灯爱放主将 它只能留三张手牌 然后 第一点少一点虚报 第二点就是 对月镜少一个支持 然后 呃 再就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把它 放到副将 受到伤害了以后 牌随时拿下来了以后 是能给月镜补充 基本牌的 那么样的一个空间的 所以说放副将 是不亏的哈 放副将第一点就是扛揍 第二点就是 有一个更大的虚报空间 所以说大家 就是像这种不卖血的 将为国不卖血的将 是不建议大家去选三血的 是不是没讲明白 就大家错或者听吧 这个是第一局 然后第二局看一下吧 第二局没什么思路可以讲的哈 非常典型的就是 是在卫国没有改版前的 那么样的一个卫国理论哈 大家注意一下 我这边晾将的时候哈 我是全晾 晾完了以后 在洛神的毒条 是否使用洛神这个毒条的时候 我是等了很大一会儿的 如果你是卫国 你是真戒 洛神的时候 一定要等着一会儿 为什么 要找场上的司马懿 也许司马懿没有把他的鬼才打开 你这个时候亮出来了以后呢 你要给他时间 告诉司马懿你的鬼才可以开了 那不好意思哈 今天告诉大家什么样的真机 才叫国战的真机 谢谢大家的支持 先讲一下排序哈 开拿没有什么问题 给司马懿一个 那个叫啥的 反馈空间 八怪阵或者是那个 青钢剑 先过拆骗无限 没有无限 然后再顺 继续骗无限 远交进攻开出来 开出来了以后 然后有一张连弩 拍那个 看这个账八就知道 我肯定是有连弩的哈 然后直接顺推 知己知彼不用画哈 大家就是有文物 哎知己知彼 你怎么不看一下夏佳呀 没必要看 他第一点 他一定不是寻遇 寻遇卖血 第二点 他一定不是瞪阿 第三点 他一定不是真机 他是一个三血 那么不卖血 就揍他 就这么简单 桃子都不吃了 然后就继续吐就可以了 没什么可讲的 就是吐吐吐 然后一张南蛮手里另一张牌 完以后直接打九斗 好 没有杀了吗 也 本来是想九杀的 但想了想 我就一个单杀吧 我怕九杀下去了以后 然后没中 干脆留一张九斗了 先去开不出来哈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 那个冰乐的那么样的一个东西哈 这个冰哈 这个冰用贴给172 第一点就是我捡一码嘛 这个不算是那个 第一点就是172是一个死位哈 为什么这么说 172是一个死位 就是邓爱和司马懿连动的时候呢 是172就直接死了的 所以说它是个死位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乐是控前置位的 为什么不控张和 因为我有加一码的情况下 邓爱离张和一个 就我开始不知道他是张和嘛 就暗将嘛 对吧 三号位 为什么不控三号位 第一点就是 三号位离五号位有距离 离六号位有距离 离我有距离 他都不是能对 为国造成直接伤害的人 所以说乐了一个贴身位的四号位哈 乐了一个贴身位的四号位 完了以后 然后张和直接吃冰 结果他亮出来是个张和 那没什么问题 我为国有了 这个局也就是 没有改版前的为国强度吧 给大家看一个 先去也没用哈 反正 之前的时候没改的时候 是先去直接摸两张牌吗 对吧 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 非常典型的 为国没有改版之前的碾牙剧 没啥可说的 就是给大家看一看我的洛神 哪里走 毕竟不是所有的人 得的洛神都是跟我一样的 这个我必须吹一吹 后面就没啥长的 然后就取得了胜利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 就是这两个基本上 还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 如果有需要讨论的话呢 可以在那个评论区和我讨论一下 当然如果是骂我的 我肯定是不会看的 也不会同意的 所以说谢谢大家 夸我就可以了 拜拜